接下来我们就看自感 Self-Inductance 我们看一个线圈 这个街头可以在这里滑动 你滑得越开 电动势就越大 这个电流就会改变 这电流会随着滑动的电阻而改变 线圈上面有电流 它会产生磁力线 有磁力线 有磁场 它就会有磁通 我是画出一部分出来 这样子的 那这个磁通 磁通就是磁场沉上面积 DOT面积的积分 它随电流改变 电流越大 磁通就越大 电流越小 磁通就越小 因此我们就知道 电流 我们从实验可以知道 这个电流 跟磁通有密切的关系 那这就是它的磁通 那这就是它的磁通 磁通 它是跟I乘正比 跟I乘正比 那写成等号呢 要有一个比例常数 这个比例常数 我们就用L来表示 L self-inductance 如果这个线圈不是一扎 而是有N扎的话呢 我们这里就加一个N 加一个N 那么这个地方的L 就是等于N phi over I 单位是Henry 就是字感细数 字感细数 我们也会发现字感细数 它式子里面虽然有I 哎呀 跟护感细数一样有电流 但是最后跟电流无关哦 它是一个常数 那么就是说字感细数 乃是跟这个线圈的结构有关系 你到底有多少杂 有多少面积是多少等等 跟电流无关 是个常数 那么N也是个常数 这也是常数 于是呢 我们从这个式子里头 如果把这个式子微分一下 那它就是DI D phi over dt 要等于负L DI over dt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线圈的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这负值 根据 法拉第定律 它就是这个线圈的感应电动式 我们写E Epsilon L 就是字感而产生的电动式 OK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 一个线圈 如果电流产生变化的话 这个线圈会感应出一个电动式出来 这个电动式啊 有时候跟本来的电流同方向 有时候呢 跟本来的电流方向相反 什么时候相同 什么时候相反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弄清楚 要弄清楚 好 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 方向弄清楚 这个 Epsilon L 的方向弄清楚 那我们现在呢 从这里开始做 我们再 再画一个 图 一个线圈 coil 那么它在电路里面呢 又叫做电感器 又叫做线圈 它的符号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符号 你可以加一个L 在这里加L 通常我们都是把它的 字感系数啊 把它写出来 字感系数 这就是电路里面的符号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呢 我们说这个电流 如果有变化的话 在这个两端呢 会产生 感应电动式哦 感应电动式到底是跟电流同方向呢 还是跟电流方向相反呢 那要看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示范 我们假如说 你这个电流啊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这个磁通不是越来越大吗 磁通越来越大 它的EMF是什么方向 感应的电动式是什么方向 你可以法拉第定律也可以用啊 Lenslaw也可以用啊 你越来越大 它就要跟你方向相反 这是Lenslaw 要产生这个跟你对冲的话 它的电流要什么方向 这个 EMF要这个方向 所以 如果哈 如果这个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是这个方向啊 当然我这里只是告诉你 我写在这里啊 那这个时候 EMF跟电流是什么方向 搞错了 搞错了 这应该是 这越来越大 方向写错了 相反 相反 若 大于零 大于零 则 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就是 这个是磁场的方向 这是posi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就是这样子的 你在这里看不出来啊 这个线圈 是怎么让你看不出来啊 就从那里看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感应电动是跟电流方向相反 非常相反 好 如果说 那个线圈啊 上面的电流啊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呢 你可以比一比看啊 磁通越来越少 磁通越来越少 我们就从这里来 到时候再看那个好了 就从这个式子来看 若 di over dt 小于零 这emf要等于 负l di over dt 负负得正 positive sense 磁场 positive sense 跟电流同方向 这个时候它就跟电流同方向 所以我们说 EL YL 与 I 方向相同 这要记起来哦 这个要记起来哦 以后我们做 习题啊 什么都要用到 你这个记 没有记好的话 题目会做错了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一定要记住 好 这个是自感系数 我们现在 就 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自感系数怎么做 OK 就举一个例子 不过以后我们 接着就要介绍词能 词能 词能很多例子里面要求自感系数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求各种各样的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个例题 好 我们先看有一个长螺线拐 好 那我这个 妈妈糊糊画 本来它是一扎紧接一扎的 我现在妈妈糊糊画 好 它的电流 I 电流I 这样子的 这是A 它总有N 从这里 到这里 是L长 我们求这个 长螺线管 它的 自感系数 好 那怎么做 求自感系数怎么做 我们刚刚就护感是怎么做 先把那个 护感系数写出来 对不对 自感系数也是一样 好 我们不要马上写那个试着 我们说 通过这个线圈的 Magnetic Flux 是跟这个线圈的电流 成正比 比例长数 L 它如果有N扎是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L 写成N Phi over I 第一是 好 那么 Phi呢 就是 长螺线管里面的磁通 好 那么Phi 它是等于 B长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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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长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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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们现在 就看 好 我们 干脆把 B长 跟Dot Dot 取在一起 好了 同方向 好 马上把 这个变成 B D A 第二次 它的D A 就是这样子 D A 好 那你要求B长 B长 我们就是由 这个 Amperes Law 漫漫乎乎得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是假设 这个 螺线管很长很长很长 很长很长 几乎去无限长 那就是说 它的边端效应不济 然后B长 它就等于 Mu 0 N Over L 甚至I 这句话一定要写 你这句话不写 这个式子不能用 那个式子本来就是只有 螺线管当中一小部分可以用 那你写了 就说它可以近似于这个值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入 第二次 我们就得 Flux 这个都是常数嘛 Mu0 写错了 D A 好 那它就变成 L分之一 Mu0 N I 大I 我们写大I A Flex 好 代入第一是 EMF 等于N phi 被I除 再乘一个N 再被I除 那它就变成 L分之一 Mu0 N平方A 它是等于这个 OK N平方 不是这个 M1 2 写错 不是 是L等于这个 L 那么这个是 它的质感系数 好 现在我们 这个线圈 当它的磁场在改变的时候 电流改变的时候 它磁场会改变 电流从零开始 它的磁场从零开始增加 我们看这个线圈 好 我们假定说 这个也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 OK 它电流是这个方向 我们假定这个 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干脆 这个地方 切一个 画短一点 这个滑过来滑过去 会改变这个 当中的这个 电动势 于是电流就开始改变 电流改变呢 它的磁力线就开始改变 磁力线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是 有画的一个图 画的一个图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 它这个电流流过 它增加的时候 它 比如说你电流 这EMF增加 电流就增加 那它的功率呢 Ei Yi 输出的功率 输出 输出的功率 除了 给这个 我们算这个电阻是R I平方R 把它转变成为 这个 热功率之外 它还有的能量 到哪里去了 还有的能量呢 就是被这个 如果这个增加的话呢 它的电流是跟这个相反 跟这个相反 就是说你有输入的 power 输入的power呢 要等于这个电阻 电阻 然后 the power i平方R 比如说输入的power 等于 i平方R 这个 全部的电阻 i平方R 然后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加上一个 EL ELI 你供给它的 除了消耗之外 有一部分是 储藏在这个里头 储藏在这个里头 就好像说 我们以前 电动式充电 这就是电动式充电的时候了 电动式充电的时候 它一部分 本身消耗掉了 一部分呢 就是由电动式 变成它的 internal energy 如果是蓄电池 电能就变成 它的化学能 如果是我们的马达的话呢 那么 电功率 就变成马达的 动能的功率 就是电能 变成动能 那现在这个 也不是马达 也没有蓄电池里面的化学 成分在里面 那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磁能 就是磁能 因为它建立磁场 让它的磁场越来越强 所以这一部分呢 就是磁能的功率 这一部分就是 增加磁能功率 就是磁能的时间变化率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磁能 磁能的功率 应该说磁能 时间变化率 时间变化率 P 我们写 B好了 我们写它的绝对值 EL 成算I 因为EL有方向的 跟电流同方向 跟电流方向相反 我们现在先不管 就用绝对值来做 磁能的功率 磁能功率 先看EL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先写I EL呢 我们刚刚不是写EL等于-L DI over DT吗 负号这里面是 一起要研判它的方向 到底是negative sense 还是positive sense 现在我们要取的是什么 绝对值 就是取正值 OK 现在我们说 它的电流是越来越大 电流 I 从零 我们写电流 增加到I 所以这个是正值 负感系数也是正值 所以呢 我们说 这个 现在它就等于这个 我们就不要符号 就是取正值 所以它就变成L 乘上DI over DT 这个是磁能 的时间变化率 好 那么 磁能呢 那么 这个是等于 D WB over DT 磁 WB是磁能 磁能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功率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 看出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 它是等于 我们看这两个诗 它是等于 E WB 它是等于 I 我们写LI 乘DT 从零 这个DT约代就是零到I 好 那么 这个 这个积分的结果 就变成 我们再写一步好了 L可以拿出来 I 乘上DI over to I 就是二分之一 LI 平方 磁能是二分之一 LI平方 这个是代表说 磁能是储藏在电流里面 有电流就有磁 就有磁能 OK 它二分之一 LI平方 要记住 这个是 我们看的这个 磁能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一个立体 一个立体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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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求一个常识L 界面积是A 总共有N扎的螺线管 当电流为I的时候 它的词难是多少 第一个 我们先学了这个 这有时候写成WB 有的书上这么写 有的书上写成WM Magnetic Energy 这都要认识一下 因为我们好几班上课 有的课本都不一样 我们认识一下 符号 它是二分之一L I平方 那当然你要求L L我们就照刚刚这样子求下来 刚刚求下来 我就不做了 我说L 它是等于N phi over I 它是等于这个 刚刚做过了 所以我就不做 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带入第一次 那就得磁能 它要等于二分之一L 被二除再乘一个I平方 再乘一个I平方 我I是用大写还是用小写 I是大写 好 这个 这么多交二 好 这个如果要你求这个 你这要求出来 不能像我这么写 你要照我刚刚求 质感系数那种方法 把它求出来 好 那现在 我们用另外一 我们导出另外一个 求磁场的方法 我们就用这个 长螺线管的特例 来求另外一个方法 以后呢 我们求磁能 两个方法就可以并用 有的两个方法都可以用 有的呢 你可以选其中一种 比较容易的方法 好 我们现在定义一种东西 定义一个物理量 叫做磁能密度 Magnetic energy 我们用Ub来表示 V 等于磁能 这个系统的磁能 被 被 除藏这个磁能的 体积 这个区域体积来除 的体积来除 这个叫磁能 磁能密度 它的单位是Jour permeter cube 我们以长螺线管 作为特例 因为你目前只能这么做 以后 以后你们二年级 电磁学 有另外的方法 好 磁能密度 就等于 我们求的这个磁能 2L分之1 μ0 N平方 I平方 乘上A 被体积来除 长螺线管的体积呢 就是界面积乘L OK 界面积乘L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画一画 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我们A跟A约掉了 它是L 有平方在 我们可以写成2 μ0 多成 分母多成一个μ0 这里就多成一个μ0 平方 变成这个 里头这是什么 长螺线管 里面的磁场 对不对 长螺线管 我们刚刚是把这个磁场 当作很长很长 边端效应可以不计 那于是 它这个就变成 2μ0分之1 b平方 b平方 磁能密度 你这个要跟 电能密度一起计 OK 磁能密度 是2 μ0分之1的b平方 电能密度 2分之1 ε0 1平方 如果你这个不是真空 是有某一种界电值的话 你ε0 要把它换成ε ε等于什么 ε0 乘上 要换成这个 这两个一起计 才记得住 才不会搞乱掉 OK 两个一起要一起认 才认得清楚 就好像你们如果有双胞胎的同学 你一个一个认 你认不清楚 那两个都站在我面前 看他的脸 有什么不同 总有不同了 好 那么 这个是磁能密度 有了磁能密度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求他的磁场 所以磁能 所以磁能 就等于 磁能密度 乘上一个体积 基数 这是体积基数 那也就是说 它要等于 二分 二 μ0分之一 这无穷大 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 全部的空间 全部的空间 都要算进去 这个是磁能 我们现在拿这个 长螺线管 用这个来算算看 用这个算算看 OK 好 現在我們 要用磁能密度 這種方法來求磁能 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磁能當作是 儲存在磁場裡面 有磁場的地方就有磁能 他這個觀點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 就把這個先寫出來 磁能 磁能是等於 二分之二μ0分之一 B平方低陶 All space 這個是指 長螺線管的磁場 就是說我在空間有長螺線管 那這個空間的磁場是什麼樣子 包括管內跟管外 All space 這是體積儲存磁能的體積 好 我們現在就看這個磁能 就說我們邊端效應不激 他的磁場 可以看成是 可以看成是 μ0 N OVER L I N N OVER L XI 這個是什麼 管內 管外面呢 螺線管的外面呢 等於零 好 低套 低套就是在螺線管裡面取一個小低套嘛 好 也取一個小體積 好 也取一個小體積 不管你怎麼樣取都可以 好 這個 你就 不必畫出來沒關係 將來有的要畫 好 我們會取螺線環的這個磁能 那個時候要畫 好 那麼我們把它帶入 第一是 市場 這個平方不要忘記 低套 無窮大 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常數都提出來啊 常數啊 好 那麼二分之一 這平方給他約掉一個還有一個 好 那麼N L 平方 I平方 好 好 然後這個 低套 低套呢 外面沒有 外面這個管外 磁場等於0 沒有磁能 管內才有啊 所以你現在就 這個就變成只有管內了 管內的體積就是A乘L 你這個最好把圖畫出來 你這個最好把圖畫出來 我剛剛因為已經畫過了 就不要畫圖 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把它畫出來 把它畫出來 A啊什麼L什麼都把它畫出來 我這裡省略了 不要畫 好 那於是這個就變成 2分之1 2分之1 m0 N平方 overL 乘上I平方 好 體積呢 就是A乘L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約一約呢 它就變成2 L分之1 m0 N平方 I平方 乘A 這個 跟這個是一樣的 看到沒有 跟我們剛剛求出來 用2分之1 L I平方 求啊 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兩種方法 好 還有啊 就是說 我們有了這種磁能 用磁場來求磁能以後啊 我們就又得了另外一種 求 自感係數的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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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求磁能 你看我們在這裡 這個步驟沒有經過自感係數 對不對 沒有經過自感係數 我們求出磁能 好 那磁能呢 如果用自感係數來求 它是等於二分之一 它是等於二分之一 L I 平方 好 那現在這個 我可以 不要經過這個就可以求 好 於是我就可以用這個式子 來求L L就是兩倍的磁能 被I平方來求 這個是用磁能 求自感係數 是用磁能求自感係數 ok 因為有時候啊 有這情況啊 它的自感係數很難求 我們剛剛不是求過一個 不是 護感 比如說護感 它不是說那個N呢 是 總共練住多少磁 不是耶 不是指那個螺線管的磁數耶 那這裡頭的N也不是螺線管的磁數 它是 磁通 好像一個鏈條一樣 磁通 把你這個線圈 鏈住多少磁 你這麼長 它只鏈住這一部分 它只算這一部分 所以有時候很難求喔 像一個 石心導體 有電流的話 求外面的 自感係數很好求 裏頭很難求喔 裏頭任何一個 裏頭這個位置很難很難做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 這種方法來做啊 下一次我們舉例的時候啊 就會舉很多這樣的例子 我們就要弄下這個 然後就要做